好了,我们现在开始这个 如何如何说话去改变人 这个主题 这个就是 神给我们的教导 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是以为这样的 说话大声人就会听 这个的确是 大声说话的时候 的确你很快得到你的目的 但这个目的 有不好的 后遗症 这是人会被伤害 人会对你发怒 你骂他 你说你快快做这个事情 他会很快的 有些时候是这样的 父母教孩子 你去消失你的东西 我去做 你去消失你的东西还是不做 你消失你的东西还是不做 然后最后一次 你要消失你的东西啊 就发怒了 他们以为 二条佛说话没有用 发怒才有用 但到底什么方法有用呢 就很重要这一点 怎样 到底什么方法 有用呢 很多人相信的谎言 人骂我 我必要骂他 让我看一看 很多人相信 人骂我 我就要骂他 人做错去 我就要责备 人不合我的心 我就要针对他 我有录器就要发泄出来 人不和解 我就不开心 就是很多人相信这些谎言 就是觉得 事情不顺利 我必定要发怒 不一定又不开心 因为 其实大部分人都睡觉 这些谎言在人间 非常的常见 在天堂 完全没有 但在教会有没有呢 还是有很多 还是很多人就是 有什么 不 不赞同的地方 可能会发怒 有没有听过 教会开会的时候 会吵架 有没有听过 真的 有吵架 因为有些人说 要建堂 有些人说 不要建堂 建教堂 他们就 发怒了 没有钱建堂 另外一个方面 说 神会供应的 你没有信息 你这没有用 就发怒了 这个 很多人以为 事情没有解决 发怒是最好的方法 其实后果在右边 关系越来越差 人更不合作 不能解决问题 人互相对抗 生命被破坏 其实原因是什么 因为 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五节 善人从他心里 所存的善 就发出善来 恶人从他心里 所存的恶 就发出恶来 因为心里 所充满的口里 就说出来 因为当人心里 充满良善 好像左边的图 这个人 充满基督在他的里面 当他充满耶稣在里面 他很容易就说 善良的话 很容易说 遥和的话 如果人的里面 是充满路气 用变的 这个图 低沉路气 敬看人 爱情 恶毒的言语 这个 骄傲 讲闲话 懒惰 情欲 如果充满这些东西的话 他的口出来的都是 破坏性的话 其实不但是 破坏人的生命 是破坏自己的 不但是 伤害别人 是伤害自己 这些人通常都没有 真的好朋友 这些人通常都是 周围人都不喜欢的 你想不想周围人都不喜欢你的 还是你希望周围人都喜欢你 神的方法最好 神的方法是充满神的善良 因为神是善良的 其实神也将这个善良放在人的里面 就是犯罪之后才有这些问题 我们发觉 人的本性本来是 你看母亲父母对孩子 而且你看小孩子 当然小孩子也有罪的心情 但小孩子你会看到他 很单纯 会有怜悯的心 会有帮助人的心的 但有些时候 小孩子在这个世界 也被世界影响了 因为他们可能看很多手机 手机里面有很多不好的信息 他们就被影响 他们的里面就很快 就充满这些恶 但如果他们就充满圣经的话语 充满神的爱 他们会有怜悯的心 有柔和的心得 所以我们就反思 我们的生命里面去露气 这个露气就需要释放 需要处理 因为人伤害我们 有人伤害我们 有人对我们不好 我们看到人都不好 我们的里面就受伤害了 没有处理好 就说这个世界 突然震恨 这个世界不好 人都是不好 我震恨人 我不喜欢人 这个 就会在里面 影响他整个生命 这些通常都很幸福的 你看到有些人 我其实有些人找我们 他们的生命 还是可以重建的 好像今天这个姐妹 她分享情况 稍微的时候分享 她的生命这么多困难 又离婚 又癌症 又各方面的问题 想跳楼 但她愿意改变 所以她还是被抑制 但我见过有些人是这样的 他们容易发露 与人关系不好 曾经有人问我 他与任何人的关系都不好 有人帮助他 但这些人得到是什么 是埋怨 这个人他是怎么样了 他很容易被人 吵犹豫 人不喜欢他 他不能长期这样一个工作 他 人际关系不好 人与他相处 基督徒与他相处 都是想希望帮助他 但他不接受帮助 他有一句打电话给我 他说 因为是 能不能够 我活在这个世界 没有人的 远离人 我就去做我的事情 远离人 有这样做人 可不可以 我说 这个 不可能的 这个世界就是有人 神也吩咐我们去爱人 如己 我们必定要与人相处的 他就是觉得很难 很难 很难 因为他觉得 人很多问题 所以他里面有很多路气 很多容易发露 其实我看到他的生命 整个生命都好像 完整地破坏 如果他真的 求神帮助 神可以帮助 但很多人就是 没有这个心 好了 处理路气 如果我们里面有路气 怎么办呢 怎样处理了 两个书一章二十节说 因为人的路气 并不成就神的义 人的路气 不会成就神的计划 不会带来义处的 我们怎样处理了 首先马上 祷告来平静自己的内心 如果准备骂人了 我们可能有一个借口 这个借口是什么 他这么不好 所以要骂他 不能不骂 这个人不能不骂 这个是谎言 所以我们告诉自己 不一定要骂人 是谎言 你们一起说 不一定要骂人 是谎言 我们就告诉自己 不一定要骂人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祷告 求神给我平静 如果你习惯 亲近神就有平安 里面就有平安 好了 找出路气的来源 是别人 还是自己的问题 可能就说 因为他不好 有人不好 长大的时候 家庭不好 老师不好 同学不好 朋友不好 所以我就发露 这个 其实很多时候 是真实的 因为世界上 很多不好的人 这个世界 的确有很多不好的人 但问题是 这些路气 对人的路气 就是不好 就藏在他的里面 他总是看到 人都是充满路气 周围的人都充满路气 他觉得不是我的问题 是别人的问题 所以他就 随时这个路气 就随时爆发 你们有没有见过 人员在公车上 碰撞一个人 这个人不愿意道歉 然后就吵架了 吵架到 有一个萨尺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见过 这个情况 没有啊 我在不同的情况 我都见过 真的吵到 每个人在车上 都觉得很痛苦 很辛苦 不停地找 不停地骂 这个就是 他们的路气 他们觉得 可能有人碰他 一下 但碰他一下 没有道歉 他觉得很严重 他就会骂 这个人 这个人又骂他 其实原因是 他里面充满路气 这样的人 很难有安息 必定要有神帮助 他们 总是怪责别人 总是看到别人的问题 这个世界 而且的确有很多问题 但他们吃了这些垃圾 你想一想 你的家人的不好 你有没有吃 吃了进你的里面 藏在你的里面 都去想到人的不好 有些基督徒 有些是基督徒 有些是离开教会的人 他们说什么呢 我离开教会 因为教会有人伤害我 有些情况 他们说 将会服侍人伤害我 说一些话 这个可以是真实的 可能有些时候 基督徒也会说 一些不好的话 也有些时候 这个人很敏感 他里面藏着路气 所以他不能饶恕人 不能放手 我也说 基督徒 尤其是侍奉的人 需要真的处理生命 我亲眼看见 传道人 陆续吵架骂人 是真的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都可以有路气的 你问一问 你问一问自己 在过去一个月 你有没有发路 有没有爆发 你的路气出来 你有没有尝试去处理 如果你发觉 你容易发路的话 就是里面有一些路气 没有处理好 所以我们需要 处理这个来源 第三 处理这个来源 接受别人的软弱 这个世界都是充满罪的 这个世界是很多很多罪 人都是充满罪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很多问题 有些人就是不能接受 他说 为什么人这么不好 为什么人会伤害人呢 为什么这个人会伤害我们呢 这个就是因为人的罪性 如果我们明白圣经 相信圣经的话 虽然都犯了罪 会缺了神的荣耀 这是人犯罪 并不是惊讶 人就是有罪性 所以我们看到人有罪 我们学习接受 你接受的时候 你的路气就减少很多 其实我见过很多很多不同的 有问题的人 有困难的人 他们找我的手 很多手都是有困难 但我听到 我一点不惊讶 为什么呢 我接受我有罪 我接受别人有罪 我看到人 罪人找耶稣 是最开心的事情 神开心 所以我也开心 我不会说 为什么 我从来不会说 为什么你会犯这个罪啊 为什么你会骂人啊 我不会问 因为我接受人就是会犯罪 但有些人就是不会接受 不能 不可以接受 为什么会这样呢 但他们不接受 问题越大 刚才我说这个情况 这是这个两个姐妹 我希望他们是姐妹 他们是参策教会的 但他们两个都不能 要说他们的丈夫 到底他们与神的关系 现在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但这两个都说 我不能接受我的丈夫 对我的伤害 这个绝对不能要素 他们说绝对 绝对不能要素 这个就是因为他们不能接受 他觉得总是对方的错 这个所以我们处理路纪很重要 是说 我明白人的罪 想一想自己的罪 可能就是总是看人的不好 想一想 其实我们有没有一天没有罪的 什么是罪的 不能全信 尽心尽心尽意 尽意爱神主 已经是罪 不能爱人有己 就是罪 这个是不完美的罪 但很多时候我们会 说一些事情是不好的 或者是说一些话 令人不舒服的 有些时候人对我们说一些不好的话 我们可能会 说一些话 故意去顶端他 故意令他 幸福一切 我曾经听过 有些 有些人说 我故意不饶恕 我的配偶 因为我要他受苦 因为他对我不好 所以我可以饶恕他 但我不饶恕他 因为他太不好了 所以我要惩罚他 有些人就是这样的 在里面就是 不能接受人的罪 他们没有看到自己的罪 很多人找我做这个婚姻辅导 通常我都会聆听上方 我聆听的时候 我都会 很多时候去这个戏子找我 因为通常是女性找 找帮助比较多的 我就问他 你什么情况啊 他说我的老公啊 不与我沟通啊 不关心我啊 说话很出儒啊 这些事情 然后 我说 那你怎么样对他 他就说 我就发脾气了 我就骂他了 我就问他 你觉得你这样骂他 他会怎样 继续怎样做呢 他说 我想他会 继续对我不好 继续他们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 继续看到对方的问题 所以我们 处理我们里面的怒气的时候 我们就说 我们有没有令人觉得不舒服的地方 我们说话的时候 我们的表情 有没有令人觉得不舒服 有些人说 这个人不好 我还要对他好 这个太不公平了 但作为基督徒 如果人对我不好 如果 这个代表一个人 他对我不好 我又对他不好 我还是犯罪 我还是破坏我的生命 我不但是破坏他的生命 也破坏我的生命 也破坏我周围的人的生命 因为我会有一个不好的见证 就影响他们 所以我们处理生命 就说 犯罪不是好的方法 可能你们 我们曾经被人伤害 我们就提示他们 就说他们也曾经受伤害 所以他们会伤害我 我接受他会伤害我 所以我就不放在心上 我就饶恕他 这样是最智慧的 用神的方法是最智慧 也会化解我们里面的怒气 我告诉你 我小的时候 曾经想过 因为我父母离婚 然后我的后母来的时候 都去打啊骂啊 我就开始 做噩梦 也开始梦游 这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我曾经想过怎么样了 我有一天要杀我的后母 但我信了耶稣 我就不要这样想了 就是我知道 无论他怎样有问题 是他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我就选择对他好 我现在我们都是对他好 他也对我说 你真的是常常对我好 他亲自对我多次的说 要我继续对他好 要我化解他对我不好的地方 我以前去参加这个学校的校 这个 壁球的球 球 校队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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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壁球 在一个房间里面打的 平方球 不是 平方球 不是 是壁球 长壁的壁 长壁的壁 壁球 我是 少队 我是代表学校的 我一去买一个球 球派 他对我说 你再打 我就打断这个 球派 我以为他不会 但他就是有一句 我打完球回来 他就打断 其实 我去 我所有应该做的事情都做 为什么呢 他只是要发怒 但我想到 这是他的怒气 放在我身上 我饶恕他 祝福他 这个就是 我们 处理这个怒气的来源 是他受伤害 所以 其实我的爸爸 令他很多伤害 给他很多伤害 所以他就对我们发怒 他也是容易发怒的人 我的后母 是容易发怒的人 但我们能够说 神啊 不要紧 人的问题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那你现在想一想 有谁 你现在很难饶恕的 如果我们不能处理这个伤害 你的 以后都会受他影响 你现在有没有人 还在影响你的 如果你不能说 不要紧 因为人的伤害 他骂我 这句话 停留在空气 只有八秒钟 不要紧 我的后母 打断我的球派 我现在有钱 可以卖 卖很多球派 都可以 都没有问题 这些事情都过去了 我也 善待他 真的对他 这个就是 这样我们就得胜了 所以这个处理 入戚的来源 不要紧 我不会有审视的 因为我爱神 神就为我预备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到的恩典 然后第四 问自己 发怒带来什么后果呢 发怒 有些人说 我发怒就是惩罚他 他应该被惩罚 我应该骂他 让他 后悔 但其实 骂人不会令人后悔 骂人 只会令人说 你又不好 所以我要继续骂你 人会 报复 再一次 在你身上做不好的事情 所以 愿愿 向报 何时了 就是 继续骂人 有什么益处了 发怒 只会破坏别人 也破坏自己 如果我容易发怒的话 我的事后就会被破坏 但我保守我的心 保守我的生命 因为我们的生命都很宝贵 你们的生命都很宝贵 你可以告诉你的教友 你的生命很宝贵 如果人没有处理好 这个露气 伤害的话 以后这个露气 就在里面 圣根建造 很坚固的引领 你有没有一种对人的不好的想法 可能你们没有强烈的憎恨 但可能你里面有一种不喜欢 你想一想 你去教堂的时候 有没有有些人 你看到他就觉得不顺眼 这个人不爱主 做事情不好 不合作 说话不好听 说话伤害人 可能你看到这个人就没有兴趣 这个也可以有罪 就是我们里面这一种 轻看他的心 觉得他是绝望的 没有希望的 这个也需要处理 我们就求神帮助我 真的珍惜每一个人 就好像神看人 神是很奇妙的 很多人犯很多罪 他们都说 为什么神会要恕我呢 为什么神会吸引我去悔改呢 继续在我里面工作了 这是因为神是永远 长久的对我们有忍赖 他不会长久的发怒 他会长久的对我们有恩赐 神的怜悯 当我们越看到人的罪 然后被神改变 我们就说神啊 我要明白你的爱 是可能长 或高 神 这么伟大 你怎么能够摇述这个不好的人呢 这个就是神的恩典 神的慈爱 世界上没有的 但神就需要 所以我们就感激 神啊 你是这么奇妙的神 这么充满怜悯 慈爱 就是我们数上自己的罪 也说神啊 我有这么多罪 你还需要恕我 我觉得自己有很多罪的 现在当然我罪负 但我曾经犯过很多罪 那我问你 你们觉得你自己犯过很多罪吗 神有没有吸引你去亲近他 有没有吸引你去亲近他 有 他有没有放弃你啊 有 他用的方法是不是 柔和和去承报的 柔和的 神圣之美好 从我们这么多罪 我们就想神啊 你真奇妙 神啊 你真奇妙 有谁能 想你 主啊 你真美好 只要你能 感动我心 永远远远在难 寻找得到 耶稣 有谁能 想你 永远远远都找不到 有人像耶稣 这么美善 有人曾经说 去到天堂 经历神的爱 他说你永远不会准备好 遇见神 他的爱涌过来 这种爱 他当时这个人 已经去可能去五十多岁 他当时上天堂去二十多岁 三十年之前 他讲到他去天堂 他讲到 没有人能够预备好建筑 他讲的时候 他也有眼泪 他想到当时他经历神的爱 神的爱真的非常美好 我希望你们都 深深的相信 每一次你经历平安 祷告 平安 轻松 祿福 你就说神啊 你的爱真伟大 你再见 每一次你经历神的工作 你说神啊 你真美好 你就会更被神的爱感动 我是很感激神的爱 我说神啊 有谁能 有谁能 向你叫美好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就说 神啊 帮助我 第五 别人不好 我发怒 问题就更大 更大的问题 第六 事情不顺利 我发怒 事情更不顺利 婚姻里面发怒 婚姻更不好 工作不好 不顺利 发怒 工作更不好 与人关系不好 发怒 关系越不好 所以我们明白的时候 发怒 很有破坏性 然后第七 我尊重神 不用发怒 用柔和的方法 可以处理的 神更喜悦 我的生命 就更大的提升 好了 以福守书 四章十五节 唯用爱信 说诚实话 用爱信 很多人说诚实话 但他们怎样说了 你剪这个头发 用古东话怎样说了 哇 这么恐怖啊 你的 你怎么会找这个地方 去剪头发 有人对你说这句话 你觉得很 很伤心 是不是 他去说真实话 当时你的 头发剪得不好 但他说这句话 令你觉得很不开心 这个就是 没有爱信 说诚实话 这是诚实话 我们怎样能够 说诚实 用爱信 说诚实话 就是说 关系比事情更重要 很多 人在婚姻里面 没有看到 关系比 事情更重要 很多人 为了一句晚 因为配偶 洗碗的时候 这个碗 跌在地上睡了 就吵架 可能就打架 为了一个碗 一个碗重要 还是关系重要了 关系重要 但很多人就说 他这么不小心 我必定要骂他 但越骂 越不开心 我曾经有一次 偶然看电视 我曾经有一次 偶然看电视 有两个男人对话 有一个男人说 我的太太不知道 去了哪里 我很担心 不知道去哪里找她 另外一个男人对她说 如果我的太太 我愿意失去 我世上所有东西 都没有问题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 你太太不见了 你这么担心 如果我的太太不见了 我就是人生最开心的事情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跟他的太太的关系 非常的痛苦 因为很多问题 其实很多人都是 很多人都有内心这种感觉 我的配偶 续重最好了 因为他实在带 对我太 令我太痛苦了 所以我们知道 这样的话 其实 如果你的配偶 希望你失重 你觉得怎么样 你会不会觉得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很成功 你会觉得 连我最亲近的人 都希望我失重 我在心里面 我告诉你 我常常都是很想 我的太太 留在心中的感觉 都是永远 我去爱她的 永远不会有一些 伤害她的 就是我珍惜这个关系 这个关系 比所有事情更重要 好了 然后伤害人 也不能帮助她 所以吵架没有用 用爱心说成句话最好 先处理情绪 才处理事情 就是说 先平静下来 才处理事情 多欣赏人 和说恩典的话 但很多人说 他这么不好 我不能欣赏他 虽然他有很多好处 我曾经辅导不同的夫妻 他们有一个对我说 他很多不好的地方 我就问他 他有没有好的地方 他说有啊 那你为什么 没有想他的好的地方 可不可以想一想 他好的地方 他就是不服气 他这么不好 我不能想他的好的地方 我不能告诉他好的地方 但其实越告诉他好的地方 他越会改变 其实婚姻更好 其实原则是被魔鬼控制 魔鬼控制人要发怒 发怒的时候 两方面都受苦 但我们明白 魔鬼就是使用这些情绪问题 吵架来破坏 来破坏婚姻 然后破坏与神的关系 影响人的救恩 然后你能不能够说 这些有何话 你做得好 你能够对你的朋友 对你的配偶 对你的同工 你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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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柔和的说 律法的话 律法的话 我看一看 这是柔和的说 引导人 这个问题怎样解决 我们可以怎样 处理这个事情 我们可以怎样 有更好的 这个是用引导的方法 用提问的方法 引导 可以用 这是教导的时候 也可以用 引导的方法 就是说 你觉得我们能够平静 沟通是不是更好 我们安静一下 才沟通好不好 这是用这些方法 用一种方法 是柔和的 但说出一种方法 可以处理 律法就是要处理的方法 但用柔和的方法 例如说 孩子这么有些困难 我们怎样可以解决 但很多是怎么说 这个孩子不怪 是因为你 你宠坏他 还有一点 你们家都是这么烂的 然后所以你家出孩子 就这样子的 是的 这些都是伤害人的话 不为成就神的义 所以我们就说 神啊 帮助我们用柔和的方法 孩子不乖 你可以说 孩子你是宝贵 你是重要的 你知道吗 你很重要的 神要大大提升你的 你想不想啊 然后你觉得 你可以做什么 令你的生命更提升啊 可以告诉他更多 美好的基督徒见证 让他看到很多基督徒 有美好的见证 你想不想 好像这个基督徒这样了 你想不想 好像这个人 他的生命这么成功啊 这么美好 影响这么多人啊 那你想的时候 你可以做什么呢 这个就是赢打的方法 而且也可以说 你觉得你 你读书重要吗 可能他 如果你与他的关系 是很柔和的 很柔和的 他会回答你 但有些孩子都不愿意 回答父母 为什么呢 因为父母常常骂 所以他不喜欢回答 但如果 我用柔和的方法 你觉得 你 你是不是希望 读书成绩很好啊 你现在成绩 你觉得满意吗 你可以 你觉得 你什么方法 可以进步啊 这个 这是 让他知道 一个困难 但用一个柔和的方法 引导他 少友也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说 你知道神看中你 你想不想 神喜悦你 大大祝福你 你的生命可以提升的 我看到你 某些恩赐 你可以被神使用的 你想吗 你觉得有什么 拦阻你啊 那 这些拦阻的原因 可以放上吗 然后 你是宝贵的 你想 你想成为伟大的人吗 你可以怎样 成为伟大人 也可以告诉他 一些伟大的故事 这些人怎样伟大 你想不想 成为伟大的人 其实这种方法 更有效 为什么呢 这表达你 尊重人 我辅导的时候 很多时候用提问 不是说你要做什么 你觉得这个情况 什么原因 有什么发生 当时你有什么感觉 帮他去反思 他的生命 然后你觉得 可以怎样处理 这样的话 人会觉得被尊重 如果你对孩子说 你觉得 你怎样可以 发挥你的生命 你继续 我看到你的聪明 你怎样可以 发挥出来啊 你对你的配偶 也是这样说 我看到你的长处啊 你怎样可以 我们怎样可以 更有 更有美好的婚姻呢 这个提问的方法 更容易 他觉得被尊重 也会反思 好了 我们现在停在这里 我们停一停 再继续 哈利路亚 求神反思一下 如果你有提问 可以现在问一问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